这我们又到检查站了 到了检查站 第一就要检查行程码 还有一些检查站 它会要求你48小时的核酸证明 我们这是从巴塘县城出来 我们在巴塘县城做了核酸的 但是这一个检查站呢 没要我们的核酸证明 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行程码 就让我们走了 这漂亮小姐姐挺好的耶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礼塘县了 进入礼塘县 我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们在巴塘县做的核酸检测 48小时的有效期 所以说这两天我们也在一直不停的在赶路 一直的不停的在赶 反正白天的话要开挺长的时间 不像前段时间一样 那随便耍耍个三天五天再走都无所谓 所以这不行了 关键是怕的是说的是一个县城过一个县城 他就要核酸检测嘛 48小时的 怕的是我们在路途当中耍的时间太久了 过了那个时间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你到了那里像这种检查站 你到了检查站 有的时候他要核酸检测 有的时候呢又不要 怕的是他要的时候 你过了时间 你又到哪里去做呀 你又到回去一二百公里到县城去做嘛 对不 所以说咱就只有赶时间了 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拼命的赶时间 48小时内 必须要赶到 我们已经连续赶了两天路了 这里终于赶到了八堂县城 经过了两个还是三个检查卡点 赶到这边县城了 心里面就不慌了 对不 那48小时的核酸证明的话 咱也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 不然是有的时候过了几个卡点 他有些卡点 他不检查核酸就检查行程嘛 但是说着是要检查怕嘛 对不 这玩意儿 我们这几天 做了两次 做了两次核酸检测 就这四天时间 哎呀赶到了就好了 赶到了在县城 耍两天吧 这里我们找了一个 这旁边是一个温泉 是一个温泉酒店 我们车就停在这里 刚刚我去那里 问了一下这里的老板 我说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晚上空的时候 再去泡温泉 我问他可以不 我说我们晚上在这里过夜 他说可以 咱今天至少就在这里过夜了 等会儿晚上再去泡温泉 这白天去泡感觉 对不 咱俩两口子又不是耍朋友的那气 那老夫老妻了 白天没那种 没那种兴致 晚饭吃了去泡 嘿嘿嘿 本来说的是 到了对面去吃仗餐的 黑妹说 这个天到外面去吃 感觉不怎么安全 所以说咱就在自己车上坐吧 感觉在自己车上坐的到味道也不错 这调料小调料给你一条 淋在上面了 对凉拌狗片 我都已经在吞口水了 因为实在太饿了 早饭都没吃 我们起床洗漱完毕之后 我们就开始赶路 这是腊肉炒的青椒 也不错 又下饭又下酒 对 这个天呢 自己感觉做了呀 是要安全一点 对不 这到外面去吃 能不定的 万一运气不好 和你一起吃饭的 那一个圈子里面 对吧 咱这玩意就不说明了 抓到这边呢 那边好像有点黑 哦 这边太阳光太强了 刚刚还下了一点雪的呀 哎呀 这两天赶路赶惨了 现在礼堂 修整个两天 修整了之后我们再去问 看从礼堂到雅江 需要做核酸检测工 问好了呢 如果说需要做的话 咱又在这边医院做了 做了之后 又直接48小时嘛 反正那40块 咱用48小时赶路雅江 但是我想的话 应该雅江县城 应该不要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这房子 进不去雅江县城 一是那里面不好停车 二是那玩意儿有限高 二米二还是二米几的限高 那限高的话就不行了 这房子就进不去 可能多半不要 就是要来去做也没得好麻烦的 对吧 也没得到这关系 反正做了之后 现在直接手机 你上面就能看你的检测结果了 等不及了 等不及 来来拉走 你也饿了是不 嗯 那饭还要等一会儿 干枸 干枸才好 我才把电关的 妈咯 那就不拍了呗 吃杯的就 哈哈哈 免省的 对不 你也饿了 你还开着车的吗 我车都没开 我就有个坐车的人都忙起在吃 你做了饭吗 也是啊 吃饱了 就把垃圾给扔了 他们这里我逛了一块 好像是一个 温泉村 反正看见好几个温泉山庄 温泉酒店的 你看那边也是 个卧龙温泉山庄 这边是快乐温泉 好像这一个村子里面 你看到处都是广道 到处都是温泉的广道 咱们等会儿 休息回来 看晚上去泡一下 现在白天就不去了 那饭吃了 小酒喝了 磕碎米西地 对不 去把垃圾扔了 那边有垃圾箱 扔了来 这边海拔挺高的 礼堂这边海拔有 平均海拔4000吧 那远处还有这么多学山 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